东方热点 专业时评 欢迎收看本期的东方时评 对于中国而言 这是一场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富示范意义的外交实战 北京时间5月9日 继加拿大政府以内政干涉 政治恐吓等谎言编造为由 公然宣布一名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 并限期离境之后仅仅数小时 中国外交部紧接宣布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以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 并限期本月13日前必须离境 毫不讳言 对于中国外交部此次的雷厉风行 我是表示高度赞赏的 无他 只因此次所谓的单独中加外交事件 其实本质上依旧是一场以美国政治利益价值为纲领 加拿大政府具体抬前代为操刀的老套反华大戏 我何出此言 事件的起因开始于一个名叫庄文浩的加急中和混血议员 2021年2月 庄文浩向加拿大议会发起议案 并获议会通过认定美国对华发起的种族灭绝控告属实 2021年3月 作为对美加两国公然政治污蔑 涉将不实言论的回应 中国方面宣布对美国 加拿大的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禁止庄文浩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并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庄文浩进行交易往来 无疑 从对于庄文浩的制裁内容不难想见 这种涉及第三方的制裁必然会涉及到庄文浩本人的行踪背调 自制裁开始后 以庄文浩为代表 加拿大反华议员们不断炮制 编造中方通过正规合法渠道所进行的行踪背调 是针对被制裁人及其亲友的政治恐吓 而在此之下 一场旨在以驱逐中国外交官 进一步恶化中加政治关系为最忠目的得政治阴谋 从2021年开始就被蓄意推进 但是 整整两年毫无进展的一场政治阴谋 原和2023就突飞猛进 在我看来 原因大致有二 一 加拿大急需制造一个政治突破口 今年以来 出于寻击中国市场 摆脱经济困境 寻求战略自主 疏解安全困境 贡商全球治理 对冲社会困境等等诸多政治 经济 安全议题的解决需求 西方各国领导人在走马灯式的访华热下 俨然已经人为地塑造出了一股 以中国为引领的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对于这股潮流 甚至就连美国政府也无法抗拒 于是我们看到 在美国凭借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政治身份 而再三进行访华呼吁之后 这个近年以来 不断叫嚣全面对华切割的国家 才堪堪能够加入进来 不至于丧失其在全球范围内 需要被时刻保证的存在感 但是很显然 超级大国只有一个 自孟晚舟事件之后 实质关系已经跌入了冰点 随后更是全力配合美国对华进行公然政治污蔑 肆意发表涉江不识言论的加拿大政府 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外 地缘上本就毫无存在感的加拿大 在全球政治外交领域 俨然更加地没有了存在感 没有了存在感怎么办 2月17日 环球邮报援引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机密文件宣称 中国正在采用复杂的战略 试图破坏加拿大的联邦选举 对此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次日回应称 中国试图干预加拿大选举 并在3月6日宣布将派专人调查此事 没有热度 就自己制造一个热度 加拿大急于找寻存在感的嘴脸 可憎 可恶 更加可悲 加拿大急于碰瓷中国找寻政治存在感的愿望 并不足以赋予其驱逐中国外交官的胆破 从2021年的所谓政治恐吓 再到2023年的所谓内政干涉 扭扭捏捏长达两年之久 才最后促使加拿大撕破脸皮的最大依仗 从来都不是所谓的法律尊严 国家安全 加拿大的最大依仗是美国 或者换一句话讲 美国的对华政治策略变动 直接决定了加拿大在一切涉华议题上的选择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都干了些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最近这两天 依据美国近年以来的两党政策施行 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员KC 才刚刚分享了一张 美国两党之间的对立和共识图表 显然 根据图表我们不难看到 虽然在控枪 躲胎 福利保险 甚至是台海战争 乌克兰战争等诸多的施政外交领域中 美国两党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 但是唯独在强硬对待中国这一件事上 两党却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美国是这么说的 同样也是这么做的 或许是出于对中国在今年以来 系列重大外交成果的抵消需求 亦或是更大图谋 自四月份以来 在美国的操纵缩始下 中国周边一时间可谓山雨欲来 黑云压城 首先 是四月二十六日的韩总统尹熙月访美 为了宪美讨好美国 尹熙月不仅在访美签署的《华盛顿宣言》中 同意了美韩之间设立起一个 类似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合作的合作商小组 并接受美国的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 停靠韩国 公然撕毁半岛 无核化沉默 公然加剧东亚地区核战争风险的相关条款 此外 在涉及中国台海问题解决 中国海洋政策主张等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上 尹熙月更是公然对华提出三个不许 其 美韩双方认为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非常重要 不许任何一方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 反对中国所谓的非法海洋主张 不许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军事化 要维护南海和其他海域的航行自由 不许中国阻碍这些自由 其次 是4月30日到5月4日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美国所达成的历史性成果 众所周知 自2016年南海仲裁落幕之后 倍感遭到美国无情抛弃的菲律宾 在国内的政治大换血之后 便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向中国的靠拢 在5月1日出访美国的飞机上 马克思对随行媒体宣称 我们不会鼓励任何国家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将菲律宾卷入其中 我们不会允许菲律宾被用作任何军事行动的补给站 对此 有菲律宾知情官员透露称 非美两国元首 会务除达成两国的商业往来 互惠以外 最为重要的一项 即是凭借菲律宾即为关键的地理位置 使得美非同盟 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水平 作为铺垫 菲律宾已同意向美国新增四个军事基础 其中三个位于靠近中国台湾岛的吕宋岛 一个靠近南海的巴拉望岛 事实如此 随着美国在俄乌战场 疲势欧洲 浩劫俄一箭双雕的巨大获益 一张一在原样复制的巨网 正在飞速张口下直奔中国而来 台湾岛是巨网的尔料 在加速对台武装 包括且不限于军火出售 训练提供之后 美国自信其轻力打造的所谓刺猬岛 豪珠岛 可以对中国植骨根深的国家统一 民族伟大复兴够成平衡 乃至于阻恶 韩国 菲律宾 加拿大 乃至更多可能 甚至已经被美国绑上战车的国家 是朝着中国飞速张开的巨网 作为美国实际上的现有殖民地 及历史殖民地 韩国 菲律宾等国 随没起舞的选择 虽然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其短时间里是所罕见的 乃至于在美国的引导指挥下 于日本 澳大利亚 泰岛 蔡英文当局 乃至于远距北美的加拿大行程 旨在围剿中国的反华联动 就不得不让人打起12分的警惕了 无他 虽然直到此刻 中国乃至世界主流舆论 依旧认为 美国并不可能与中国直接发生热战 但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即美国在近中国地区 所开始着手构建的 缜密军事联盟体系 亦或说是战争体系 以及美国在远中国地区 所开始指挥出现的 旨在不断压缩 中国生存空间的反华政治同盟 都无疑不再表明 美国实际正在筹备这一场 发起对象 明确为中国的战争准备 通过有效的生存空间压缩 及军事威逼 大国竞争定式思维中的 双向代理人战争 是可以被演变为 只属于美国的单向代理人战争的 并且依据现实 我们可以肯定 这种全程有美国操纵的 单向代理人战争的实际收益 并不会比任何一种战争模式 要来得更低 基于此 我提出以下三点意见 一 在今后的国际政治外交上 打狗不必再看主人 无他 当下国际外交中 几乎所有的对华议题 发难的幕后推手 都来自于美国 中美矛盾才是主要矛盾 在主要矛盾得到解决前 不论是中加关系 中韩关系 中非关系 亦或是中日关系 都注定了只会持续紧张恶化 果决 速决 红线坚定 旗帜鲜明 才能让更多的摇摆中间派 认清现实做出取舍 从而达到快刀斩乱麻的效果 并最大限度的阻恶 美国旨在中国周边大搞切割 极限压缩的企图 二 纵观当前美国操控的各项 对华议题缩始 其全部焦点 无一例外的都被集中到了台湾 台湾是美国聚网中的耳料 在任何场合 他们从不切予承认这一点 这是美国人所设下的阳谋 对于阳谋 我们能够做的 也唯有以正正之旗 堂堂之阵来加以应对 在我看来 唯有敢战 能战 方能止战 胜战 因此想要破解美国聚网的最好办法 也是唯一办法 只能是直取中军 祖国统一 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人怀疑我们直取中军的决心 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人质疑我们直取中军的能力 我们甚至可以将直取的过程掰碎了 揉烂了地摆出来 就这样的展示在那里 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 我们这一步要怎么做 下一步要怎么做 但是他们却无可奈何 三 料敌从宽 要随时做好早打 大打 打喝战的准备 近几十年以来 全球治安呈现整体和平 美苏胜负甚至都通过和平手段进行解决的种种所谓趋势 不应该成为未来世界政治方向发展的唯一参考 这种系统性优势要么是国防科技上的碾压 要么是经济制度上的优胜 总之无论如何 美国从一开始便很难会产生一种来自于竞争失败的紧张感 然而随着中国驻足全面的不断超越 这种曾长期存在于美国身上的轻松感前所未有的消失了 美国的科技战争潜力并不见得比中国优胜 中国的政治经济潜力反而展现出了更多美国所没有的优势 至于社会管理分配 基础设施建设 人口素质提升 中国反而日益地对美国呈现出了碾压优势 虽然中国一直强调拒绝争斗 和平发展 但是中国绝对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者 这已经成为了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共识 美国该怎么办 事实上 谁也无法保证美国会不会狗急跳墙 包括美国人自己 因此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 中美两国都是别无选择的 正如我们绝对不可能放弃在历经九代人的百年屈辱之后 在历经五代人的抵命奋斗之后 我们依旧被困于东亚牢笼之中 乃至于彻底失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高信仰一般 美国人又如何能够容忍其布局百年 才得以傲视全球予取予夺的超然地位 事实如此 我们唯一能够决定的恐怕真的只有一个 即无论在任何境地之下 无论在任何困难逼压之下 中国都必须赢 不要怀疑我们有这个能力 本期的东方时评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独特的见解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点赞订阅和转发 欢迎订阅和转发